大家好,我是麒麟兒 全新武駕王元姬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武駕 戰法敘述也是非常而長 因此這次這支影片就讓我跟各位一起好好理解一下王元姬這個武駕吧 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王元姬無論是王既兵還是公兵甚至是槍兵 他都有不錯的表現,因為他的兵手實性都還不錯 但是盾兵只有B的話就不建議玩 拿7CC就更不用說了 那我們看到他的四維,武力38.48,成長只有0.37 就是非常不怎麼樣的一個武力 智力81.04,成長2.01 這是怎樣的智力呢?我給各位一個對照組 成長2.01跟我們的紅月鷹是一模一樣的,就是成長2.01 統帥60.72,成長1.93 對比上我們剛剛講的紅月鷹,他的成長只有1.44 他的統帥儀,這些人來說他算是還算OK的,統帥有到1.93 速度61,成長1 那他速度對於對比其他的模式都是相當的快 有高達1 好,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紅月鷹就是一個武力不怎麼樣 智力非常的中庸,統帥也是還算中庸 以法師來說算不錯 但是以武將來說就是普普通通,就是還算中庸 那速度就是算還不錯的武將 所以他是一個四維相對普普通通的一個武將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樣一個普普通的武將很特別呢? 主要是他的自帶戰法,垂心萬物 指揮戰法有100%的發動率 戰鬥中,技術回合時有35%到70% 70%就是你點滿就有70% 受到智力影響所以會比70%更高 使我軍武力最高的武將造成冰人傷害提高20% 受到智力影響 持續到其,這個騎是誰呢? 就是我們武力最高的武將行動先 若目標不處於連擊狀態時 則令其嘗試對敵軍單體發動一次普通攻擊 否則,就是自孫就是王元姬 會對敵軍單體造成魔力傷害 則4%到188%受到智力影響 偶數回合時有35%到70%受到智力影響 恢復我軍群體兩個人的兵力 治療率也會受到智力影響 不知道各位這樣看完 有沒有理解他的戰法是怎麼樣的一個行動跟流程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一開始有點乎傻傻的話 沒關係,我們繼續看下去 垂心萬物,他主要有兩個部分 技術回合跟偶數回合 那因為無論是技術回合還是偶數回合 他說是70%的機率受到智力影響 因此我直接寫到中間 那我們先看簡單的偶數回合 偶數回合時呢,王元姬有70%的機率受到智力影響 會治療我軍兩人 那偶數回合就這樣了,就沒結束了 接下來是技術回合 技術回合時呢,首先我們會看到 他會針對武力最高的武將 增傷20%受到智力影響 所以會增加20%以上到其行動前 有時候,欸?你增傷到他自己行動前 那不就沒有意義了嗎? 王元姬他這個增傷 他其實是增加的是他強迫 就是他接下來他的效果 他強迫我軍武力最高的武將再普通攻擊一次 所以這一次才會增傷到 並不會增傷到他原本的行動 因為我看到到其行動前這句話非常的重要 好,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針對武力最高的武將 增傷20%受制力影響到其行動前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有沒有連擊效果 假如我們這個武將有連擊效果 就像是太子時的神社或是夏合幻會帶裸一啊之類的 你針對的是夏合幻或是太子時這些有連擊效果的話 那就是YES 王元姬會對敵軍單體造成謀略傷害 就是如果你這個武將已經有連擊效果 那王元姬就會對敵軍造成傷害 如果你這個武將沒有連擊效果 NO 那他會使武力最高的武將再普通攻擊一次 就像我們假如今天放的是張寮 張寮沒有連擊效果 那他的武力最高測試到這邊 他們有沒有連擊效果 沒有連擊效果的話 張寮就會再去普攻一次 再打出他的普攻 更有機會去打出他的一起當千啊 或是暴力無人 不知道這樣的流程 有沒有讓各位更了解一下王元姬這個武將的行動流程 在最後我們再看一下 王元姬的隊伍組成會像什麼樣呢 這就是我前一支影片有做到的 夏合幻跟張寮的爆頭期 張寮帶的戰法是一起當千跟鬼神停威 並不是作戰一鼓作氣聖戰跟職睿 張寮的武力又會比夏合幻高 夏合幻帶裸翼所以他有自帶連擊 那張寮沒有 所以王元姬他如果第一回合的話 他會給到張寮一次的增傷 以及他讓他有多一次的普攻 那他多一次得個普攻才可以吃到 王元姬的增傷效果不然就不會吃到 然後張寮帶著一起跟鬼神 並不是作戰一鼓作氣聖戰跟職睿 然後王元姬帶的戰法是古包機跟鐵騎驅蝕 並輸出是九變元姬畢宮聶軍跟炎虛 這邊我就把前一支影片的速戰換掉 因為他就不需要速度了 因為我之前的理解有點錯誤 所以他不需要速度 他不需要是一速 最後是夏合幻帶的戰法是裸翼跟百祈 並輸出作戰一鼓作氣聖戰跟職睿 因此這一隊最後的流程就是讓夏合幻一速 去打魯一跟百祈 跟他的將形積極去消耗對方的血量 張寮二速 張寮就是讓他帶一起張籤 鬼神廷輝要在最後 為什麼 因為鬼神廷輝他如果對方的血量低於50%的話 他有一個震怒的效果 會非常的兇悍 所以讓張寮放二速 最後就是王元姬 因為王元姬他本來就不需要配速度了 就不用給他速度 全點致力就夠了 就全點致力 因此這就是這一隊最後的流程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所有影片的通知喔 那大家下次見 大家掰掰